台北市副市長蔡秉坤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副市長蔡秉坤 今年是我們台北文學獎第23屆 所以在這裡 首先要恭喜23位的得獎者 還有一位是我們第21屆聯金得獎者 徐政府先生 他的《巡洋記》才一出版 就已經是三刷了 所以表示說我們台北文學獎 不但是一屆一屆的傳承 而且深受大家的喜愛 今年是全球疫情相當嚴峻的一年 在台灣 從5月中旬到7月底 也歷經了70天的三級警戒 很多很多的活動都受到了影響 這當中唯一造成舉行的 就是我們的台北文學獎 因為文學的創作 文學的閱讀 都可以在屬於自己的空間當中 當然唯一沒有辦法舉行的是實體的頒獎典禮 所以在這邊在線上向大家表達祝賀之意 台北文學獎已經來到23屆 其實每一屆都吸引了全球很多的華人共同來創作 當然今年所收到的劍數不減反征 達到了1600劍 而且創作者的年齡層從11歲到87歲 我想也許跟整個疫情是有關係的 當大家沒辦法走出去的時候 也許就是在自己的空間當中去思考去創作 特別是今年我們把主題定為我的文學主張 所以一定很多人他從各個不同的面向去思考 他對文學的看法 所以也很感謝經過我們這些評審老師的辛苦 從這麼多的作品當中挑選出來23位 這23位其實涵蓋的年齡層也是相當的具有意義的 也大概從23歲到53歲左右 跟以往比起來似乎年輕的一些 那這樣也是很可喜的是看到文學的傳承 年輕人來參與的是越來越多 得獎者當中有各種不同的身份 有大學教授也有大學學生 有漁範也有機師 大家所創作的主題跟生活非常的息息相關 從疫情到家庭到科技到法律都有 甚至作品當中的主角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像現在大家最熱門的外送平台的外送員 甚至貨車的司機甚至演員公務員 都進到故事當中裡面來 而這些得獎者事實上有五位還是外籍的 包括在華人世界當中大家一起來參與 所以我想可以看得出來台北已經成為是 全球華人世界當中一個文學創作的 一個城市的一個重要的平台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繼續的努力下去 接下來的日子 我們還是要面對疫情的變化 跟全球同步我們共同來度過難關 大家希望能夠往一個更能夠自在 更能夠自由的日子 當然我們必須要每個人做好防疫的工作 所以除了祝福之外 也是跟大家一起齊勉 我們能夠更健康、平安、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